台灣的紡織如果把它分清楚一點的話 從纖維 紗線 布料然後到後面成衣 台灣主要在纖維紗線布料的研發技術的能力是比較強的 台灣也有一些從鳳梨纖維 香蕉纖維 柱馬 整個台灣是比較多元 台灣的毛衣是叫做毛衣王谷 從南到北都有人在生產毛衣 都有毛衣工廠 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目前的開發這個部分 我覺得台灣的政治是很了不起的 台灣的紡織對我來講就是 台灣的根已經有46年歷史以我們家來講 然後我們建立過台灣的起飛的那個時間 布料的效果應該是不分類別 而是說它在這個領域裡面 它佔有的那一席之地在哪裡 新的衣服跟布料會不斷地被製造出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讓這東西會 不斷地被循環再利用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永遠的課題 紡織業在台灣它不可否認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台灣經濟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命脈 包括了科技產業或者是時尚 藝術啊 設計啊 民生用途 對我而言它是一個沒有辦法被取代的一個產業 我們可以一條龍抓色跟打樣 抽紗到支部出來這樣 布料的外銷到美國 歐洲 日本也有 本公司在這個行業經營了二十幾年 台灣的紡織現在就會盡量去用到環保紗 其實我們公司在1977年開始成立 那一開始當然就是做一般的緣變政治部 對我來說台灣的紡織其實就如同其他產業一樣 它是一個製造業的一環 隨著科技的進展 那我們也都慢慢把美學接了很多技能的布料 而這件事情也讓台灣的紡織業在事業上面有一起之地 台灣是技能性布料主要的公共大盒 紡織品出口全球排名第八 全球的技能性紡織品七成都來自於台灣 但是因為中國大陸東協國家慢慢在崛起 不斷地要創新 新的產品出來 我們才能夠維持台灣的紡織業在全球的這個競爭力 我覺得台灣製品對我來說 就會讓我想到是偉大的隱藏者 因為有很多國際知名品牌呢 其實用的布料都是台灣製品 紡織這個東西有很多很棒的技術 可是它不一定要變成一個成品 而是可以用一些視覺性的方式展演出來 跨界去玩更多的創意 你一定要做成一個成品 我覺得這要是一個就是很具體的 能夠透過視覺就立刻可以感受到 台灣紡織有多麼的棒 多麼的厲害的一個方式 那可能會勝過很多的文字啊 或者是詮釋 它是一個很直覺性的一個展現 這次後機試合作 希望結合我們過去累積的深厚經驗 展現出更多元的樣貌 所以我們的作品有高山 有流水 有棉花路 磁湖 藍雀等 希望可以讓往來國門的旅客 可以看到台灣紡織產業的美麗 還有深厚實力 很榮幸這次我和我們的團隊 受到深厚倉的邀請 一起成為機場美學計畫中的一環 我們運用很多不同類型的織品 包含針織的 說織的 機能的 時尚的 或是家事類型的 透過這些布料 透過這些織品 組成了一座森林 森林裡面有各式各樣不同類型的台灣生物 所以我們叫這個主題為編織之身 能夠吸引更多路過的旅客 能夠多接觸 多了解一點 台灣紡織的多元性 以及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說到這個主題為編織之間